记者年相晚台北报道,华市董事会圆月杰任总经理郭建宏遭批手法粗糙,文化部虽发函要求尽早提出调查报告,却迟迟未有结论,对此郭建宏选在今日公事召开董事会前发函给各董事,呼吁尽快处理还他清白。 据了解,京公事召开董事会再次针对华市人士纷争进行讨论,多位董事都表达郭建宏不是任案,处理上的确有瑕疵,发票事件没给郭建宏解释机会,的确有可能影响投票结果,并打算将这点列入调查报告当中,日后呈给文化部董事长陈玉秀当场未发表任何意见。 据不具名董事表示,华市董事会上曾有董事提出建议,建议行任华市总经理,电视经验应超过三年,大多数董事也都同意,但最后华市总经理领选办法出炉,该条却自动消失未裂在其中。 大感不解,金公事董事会上,为针对所谓三年条款提出讨论,至于被爆出主张取消三年条款的董事唐美云,今夜未参加会议。 郭建宏,资料照,记者陈一宽社,陈玉秀,资料照,记者潘少棠社,唐美云,资料照,记者陈一全社。